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欢迎收看一分钟健身教室 我一开始接触健身时 就听很多人说深蹲要蹲到底 对肌肉的刺激才会好 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2019年的日本研究招募了17位年轻健康男性 做深蹲与半蹲两种训练 深蹲的定义是膝盖从完全伸直 蹲到膝盖弯曲140度 半蹲的定义则是膝盖要弯到90度 这些男性虽然不是像各位观众一样 长期训练的聚聚与水水 但是他们平常都有运动习惯 还没有练就可以蹲到体重1.2倍 真的是蛮厉害的 他们每周练两次深蹲 每一次三组 十周实践过去了 他们的身体发生什么变化呢 比较深蹲ERM最大肌力 练深蹲的人当然进步的比练半蹲的人多 分别进步了32%与11% 但比半蹲的最大肌力呢 深蹲的人就小输了一些 分别是进步了24%与32% 不过这个差距未达统计显著 在肌肥大上 两组的大腿骨四头肌 增加的体积都差不多 但臀大肌与内收肌群 则是蹲到底的人增加比较多 而至于大腿后侧的肌肉 我们叫Hamstring 两组都没有什么进步 这篇研究的发现并不让人意外 但是他很好的再次验证一些重量训练的原则 第一怎么练就会怎么进步 这个在运动科学上又叫做SAID原则 以前史考特高中到大学 有一段时间非常认真在练吉他 右撇子的人压吉他弦是用左手 所以有人就问我说 你左手弹吉他那么灵活 那不然来试试看用左手写字或者是拿筷子 对于吉他训练也好 对重量训练也好 身体的反应都是高度专一的 意思是你练深蹲 深蹲就会进步很多 练半蹲 半蹲就会进步比较多 所以练吉他当然不会让你变成加藤银 不要再做梦了 第二大活动范围增加肌肥大 这篇研究也证实想要把肌肉练大 不管是胸肌、二头还是臀大肌 活动范围大绝对比活动范围小来得有效 第三不同活动范围刺激不同肌群 不管练深蹲或半蹲都会长股四头肌 但只有深蹲对臀大肌与内收肌有很好的肌肥大效果 而且照这篇研究的数据 深蹲是练不到大腿后侧的 想把腿练得更好 加入硬举、let curl等训练还是有它必要的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跟按赞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